真千金回家后,我被豪门爸妈和七个哥哥扫地出门,我在夜市摆摊算命,真千金踢翻我的算命摊,还扬言要用钱砸死我,她不知道,我是皮修命格,叶家马上就要破产了,我一语成衬,七个哥哥追魅火葬场,妹妹,求你帮我们叶家东山再起吧。 我叫叶修,小明修修,天生的皮修命格。 我被叶家赶出家门半个月了,没完我都会去夜市摆摊算命,来找我算命的人大多数都是求财,问富贵。 今天我刚知起算命摊子,就有一个花壁男走过来闹事。 小姑娘,毛还没长齐,就学那些江湖骗子出来给人算命。 你给我算算,我身价多少,算对了我给你磕一个,算不对,我今天非把你的算命摊给砸了不可。 她嗓门很大,很快引来了一群看热闹的人。 我透过人群,看见远处的街角,停着一辆宝石节敞篷跑车。 那辆跑车以前是我在开。 叶家真千金叶修被接回家后,我这个假千金被爸妈和七个哥哥扫地出门,跑车也成了叶修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花壁男是叶修请来的。 他恨我,恨得咬牙切齿。 我被叶家扫地出门那天,他朝我泼了一盆水,叶修,你天生命贱,却借着我的福在叶家过了二十年千金大小姐的日子,你欠我的,拿什么还我。 我爸和我妈也翻脸不认人,修修,我们这二十年把你当亲女儿抚养,真是瞎了眼了,可怜我的希儿,这二十年受了这么多苦。 就连我那历来被冠以宠媚狂魔标签的七个哥哥,也毫不犹豫站到了我的对立面。 修修,你居然抢我们亲妹妹的气韵,这些年哥哥们白宠你了,赶紧滚出我们叶家吧,你不配叫我们哥。 那时的我,听着他们的冷言冷语,心凉到了谷底。 我以为,哪怕真千金回来,我毕竟还是他们的养女。 二十年,哪怕是养一条阿猫阿狗,都会有感情。 没想到,他们会这么现实,不仅将我扫地出门,还对我恨之入骨。 修姐,露一手,让这男的长长见识。 吃瓜路人的话打断我的思绪。 我收回目光,决定给花碧男一点教训。 算准了你给我磕一个,到时可别赖掌。 我说完,指了指放在算命摊上的铜壁,对花碧男说,你摸摸这个铜壁。 花碧男摸了摸铜壁,不屑道,装。 你继续装。 我倒要看看你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我一拍桌子,铜壁被震得飞向半空中。 我闭上眼睛,宁神感应着花碧男的财运。 等铜壁落回原处时,我睁开眼睛说,你负债万,六张信用卡逾期十二万,花碧借碑等各种网贷欠款十万,还借了你亲戚朋友万。 怎么样? 我算准了吗? 花碧男脸色大变,气势明显弱了几分,却还是不承认,你胡说。 我才没有欠债。 我掐指一算,继续开口,你现在零钱包里只有五十四点六元,口袋里有两万现金,这两万现金是一个开红色保时捷,敞篷跑车的女人给你的,让你来闹事。 我算对了吗? 花碧男,不信,这个鞋,他拿出手机来看微信零钱包里的余额,围在他身旁的路人瞄到了他的余额,惊叹出声,卧槽,太神了。 他的微信,零钱包,果然只有五十四点六元,精确到小数点,修解牛逼啊,江湖骗子。 我今天没空陪你玩,先走了。 花碧男下意识摸了摸口袋,往后退去,想要溜走。 围观路人可没那么轻易让他走,自发地拦住他的去路。 花碧男身边有个手快的路人,直接把他裤兜里的两达人民币抽了出来。 看,他身上果然有两万块人民币,修解算得真准。 还不快给修解磕一个,给修解磕一个,两万块还给你,不然我们就报警处理。 花碧男被逼得没办法了,缓缓朝我下跪,给我磕了个头。 路人见状,不再为难于他。 他拿回两万块,消失在人潮中。 他这么一闹,我的算命摊生意反而更火爆了。 算命摊钱排起了长笼。 我算命没有固定收费,摊子上摆着个皮修聚宝盆。 算好后,客人自发往里面丢钱即可,多少都行。 我算了五六个后,花碧男带着一帮地痞流氓重新折回来闹事。 这次花碧男人多势重,气焰很嚣张,一来就把我的皮修聚宝盆给砸了。 只听见哐当一声,提修聚宝盆碎成了两半,里面的钱洒落一地。 地痞流氓们把我的摊子砸了,并对行人放狠话,谁赶上钱帮忙就揍谁。 行人们战略性后退。 有人拿出手机来报警,被花碧男抢过去,直接砸在地上,还狠狠地踩了两脚。 我淡然起身,看着花碧男,你们几个大老爷们欺负我一个有什么意思。 我直接叫你们幕后老板出来,我看他敢不敢来。 我说完拿出手机给叶熙打电话。 坐在敞篷跑车里,看戏的叶熙接起电话。 电话里传来他的倾笑声,叶熙,满意我送给你的这份礼物吗? 我微怒,叶熙,名人不作暗示,你躲在车里装什么安纯。 有本事过来说话。 哼,他冷笑,过来就过来,有何不可? 你等着,我去后备箱提一代人民币来,我今天非砸死你不可。 我站在算命摊前等叶熙,我的算命摊已经被砸得稀巴烂。 无所谓,反正我会让叶熙赔钱。 叶熙一身香奈耳,蹬着高跟鞋朝我走来。 围观的人自动给他让出一条路来。 花碧男和地痞流氓们恭敬地叫他,老板好。 哎,沉死我了。 叶熙手里挽着一个LV经典老花,Speedy大号包包。 他故意没拉拉链,露出一整袋人民币。 行人惊叹,滑,好多钱。 这是哪家的千金大小姐? 如果没认错的话,这是叶氏集团前段时间刚认祖归宗的真千金吧。 那算命的修解,难不成就是叶氏集团的假千金叶修。 听说叶家已经不认叶修这个养女了,说她抢了叶熙的气韵。 原来如此啊,懂了懂了。 看戏吧,我们别插手,叶氏集团财大气粗,我们得罪不起。 花壁南河地体流氓,看见一整袋的钱,眼睛都望直了。 他们安前马后,一口一个西姐叫着。 我不入正题,叶熙,你让人砸了我的算命摊,赔钱吧。 叶修,钱,我多到可以砸死你。 叶熙盛气凌人从LV包里拿出两达人民币。 他把两达钱砸在我脸上,扬起下巴命道,捡起来,行人们都在怂恿我,恨不得来帮我捡,快捡啊,那可是两万块。 钱比骨气重要,你不捡我捡了。 叶熙喝住蠢蠢欲动想要捡钱的行人,除了他,这钱你们谁也别想捡。 我的脸被钱的利角划出浅浅血痕,我抬手擦了擦脸上的血迹,指尖触摸之处一道微光闪过,我身体里有股异常的力量在缓缓觉醒。 我八岁那年曾遇到一个道士装扮的白胡子老头。 他说,我是天生疲修命,是大富大贵之人。 只是这疲修命格还没完全觉醒。 我追问,我的疲修命格什么时候可以觉醒? 他意味深长回我一句,天机不可泄露。 他临走前还交代我,小姑娘,你千万别把自己是疲修命格的事告知别人,人为财亡,这世上坏人多得很。 如果你是疲修命格的消息走漏风生,将会引来杀身之祸,掀起血雨腥风。 因此,我从未和任何人说过这件事,包括养父养母和七个哥哥。 收起思绪,我甘田处有一股神秘的力量缓缓流淌着。 再抬起眼,我能一眼看穿每个人的财富身价。 之前算命时,我也能算出来,可现在不用算,直接就能一眼看穿。 夜休,怎么还不减?你现在日子不是过得很拮据吗? 我听说,你已经被学校勒令停学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则,真惨啊。 不过,你再怎么惨,也没有我惨。 我出生被报错后,每两年便被养父养母遗弃,我明明是千金命,却在孤儿院长大。 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 夜休越说越气,他继续拿出人民币来砸我。 我开始动了,抬手接住他砸过来的人民币。 我的皮修命格觉醒后,对金钱有莫名的吸引力,我一接一个准。 我接住人民币就往鞋跨在身上的麻布包里塞。 夜休不信这个鞋,继续砸,我继续接。 到V包包里的钱终于被夜休砸完了,而我的麻布包装得满满的,里面起码三十万。 夜休气疯了,朝我叫萧道,夜休,地上还有两万。 你敢捡吗?有什么不敢的? 我弯腰捡起地上的两达人民币。 夜休见我弯腰,狂笑起来,夜休,我还以为你多有骨气,你还不是要为钱折腰。 我们夜家身价超过十亿,我刚才不过拿出区区三十万就能羞辱到你。 哪怕你脸上被我砸出血,你也不敢说一个字,照样要在我面前低头去捡我施舍给你的钱。 真是解气啊! 我来拍个照发发朋友圈吧,让我七个哥哥帮我点赞,气死你。 夜休说完拿出手机来拍照发朋友圈。 我趁他发圈的间隙,叫先前手机屏幕被花壁难踩碎的路人过来。 我塞了一打钱给他,拿去买个新手机。 他刚才被踩碎的手机大概四五千块,这里有一万块,足够了。 男人接过一万块钱,对我连声道谢。 我把手里另外那套人民币扯开绑带。 夜休还在玩手机,他在家庭群里发语音,让七个哥哥帮他朋友圈第一条点赞。 我扬起散开的人民币,朝夜休的方向撒去,大叫一声,水捡到归水。 路人们闻言都朝夜休的方向蜂拥而上。 夜休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被一挤就摔倒了。 不仅行人们疯了班去捡钱,连花壁难和那帮流氓地痞也在捡钱。 夜休瞬间遭殃,成为被踩踏的对象。 他发出尖叫声,别踩我。 啊,我把摔成两半的皮修聚宝盆捡起来,准备收摊走人。 夜家三少和四少很快赶来。 这两位是曾经很宠我的三哥和四哥。 夜四开车把受伤的夜西送去医院。 夜三走向我,他捏紧拳头,隐忍住打我的冲动。 他咬牙切齿对我说,夜休,你怎么这么狠的心? 你伤害兮兮的时候,可有想过我们七个哥哥,还有爸妈。 我不服气,夜三,我已经被夜家扫地出门了。 夜西先来欺负我,难道我不应该还手吗? 是他先动手的,我也受了伤。 夜休,你现在连三哥都不叫了是吧? 很好,我以前都白宠你了。 夜休,你今天把西西伤成那样,你必须去给他道歉,你去向他认错,我就原谅你。 我没错,我为何要去给他认错? 我皱眉,如今的夜三已经不是我印象中的三哥。 他是非不分,我没错,我不需要他原谅。 你没错,你敢说他今天受伤,不是败你所赐。 夜三有些不耐烦,朝我放狠话,你如果不去给他认错的话,夜三眼底满是威胁的意味,他说到此处语气一顿。 四还没想到用什么法子来吓唬我。 我也火了,冷声问,我不认错又如何。 夜三勾了勾唇,露出邪校。 夜休,你从小在夜家长大,家里的监控录下了你的起居视频。 如果你不向西西道歉,我不介意截取一些对你不利的视频,公布出去。 短短半个月,我见识到了人性的恶。 夜三,你真恶心。 夜三看了看手腕上的劳力士手表,向我宣布,我只给你二十四个小时考虑。 即时开始,我按耐住怒火,看了一眼夜三。 他的财运颜色由金黄转至黑色,预示着夜家在资金上面出现了问题。 夜三,别怪我没提醒你,夜家就快要破产了。 你们有这个闲情来找我麻烦,不如想想,怎么保住夜家。 我说完转身离开。 夜三在我身后叫萧道,夜休,你休想吓唬我,我们夜家家产数十亿,邪厚得很,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和西西道歉吧。 我没理会夜三的话,让我和夜西道歉,不可能。 二十四小时后,夜三在网上公布了三个我以前在夜家的监控视频。 第一个视频,我在别墅的游泳池里游泳,镜头刚好照到我出游泳池的画面。 第二个视频,我半夜穿着睡衣出来,厨房找吃的,我还打哈欠,揉了揉乱糟糟的头发。 第三个视频,我下楼梯时摔跤,坐在地上哭鼻子的画面。 夜三可能是想通过这三段视频来抹黑我,身材扁平,不顾形象,摔跤出球。 可没想到,三个视频火了,我吸了一大波露人粉。 哈哈,泳衣的款式好好看,爱了爱了,求同款。 半夜起来,找东西吃的样子像极了我,可爱,看起来摔得很疼,哭得也很伤心,可我为什么那么想笑? 哈哈哈哈格,粉丝在线喊我开个账号,说要关注我。 我顺手开了个短视频账号,方便以后把摆摊算命改成直播算命。 夜三气疯了,他为了抹黑我,还买了痘夹,助我上热门,花了好多钱。 这钱现在算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夜西从医院出来后,听说他三哥抹黑我不成,反而帮我涨了一波粉,也气得不行。 三天后,是我和夜西的生日,我接到了养父的电话。 暗下接听见后,养父在电话那头说, 修修,三天后是西西的生日,这也是他回归夜家过的第一个生日,我们准备大半。 所以呢,三日后也是我的生日,物是人非。 修修,你也知道西西对你占了她二十年人生而心存芥蒂, 如果你还念着我对你的养育之恩,就给西西服个软。 养父的话犹如一盆凉水浇向我。 叶叔叔,如果你们没有将我扫地出门,或许我还会念着你们的养育之情, 既已经将我赶出家门了,现在又用养育之情来绑架我,不妥吧。 还有,我刚出生被你们报错,我做错了什么? 如果我可以自己选择,我愿意跟在亲生父母身边, 你们没有给我选择的机会。 另外,是不是我不给叶熙道歉,她的日子就不用过了。 我的话让养父很不悦,她怒了,态度大转弯, 羞羞,你不要不识好歹。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 我不是孤儿,我原本有父母, 是你们报错我,又将我扫地出门,不是我的错。 话不投机半句多,我正想挂断电话。 养父阿纳祝怒火,继续道, 你不是在找你的亲生父母吗? 三日后,熙熙生日宴, 你过来,我告诉你,你亲生父母的下落。 三日后,我出现在叶家别墅花园。 这次生日宴很隆重,叶熙以前过惯了苦日子。 为了满足虚荣心,她开了直播。 她要让网友看看她家多富有, 她的爸妈多宠她,七个哥哥多疼她。 我的出现,打破了原本和谐的氛围。 在场的宾客将目光转向我。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是叶修来了, 今天也是叶修的生日吧。 难道她想来和熙熙争宠? 叶熙将直播镜头对准我, 大家看看, 这就是霸占了我爸妈和七个哥哥二十年的假千金, 她今天还有脸来我家的别墅, 真恶心。 直播间的宝宝们火箭刷起来, 我再献给你们表演一个什么叫打连假千金。 叶熙在直播间里吆喝的画面, 在我看来上不了台面。 真正的附加千金才不需要这样做。 哇, 谢谢各位宝宝们的火箭, 大家等着, 我这就去打脸她。 叶熙说完把手机递给五哥, 示意他来掌镜头。 叶熙端着一杯红酒朝我走过来, 我看她那气势就知道她想干什么, 可我不会让她如意。 叶熙准备将一杯红酒往我身上泼的时候, 我往旁边一闪, 红酒泼到了另外一位傅太太身上。 这位傅太太我认识, 是江氏集团总裁的夫人。 江氏集团和叶氏集团在生意上有往来。 江家和叶家原本是要联姻的, 对象是江家大公子江瑶和我。 不过自从叶熙回来后, 联姻对象变成了叶熙。 无所谓, 反正我也不想嫁。 江太太脸黑了黑, 叶熙,你现在虽贵为叶家千金, 可身上还沾染着以前的恶习, 我们江家不是什么小门小户, 对儿习的要求比较高, 你还是多向修修学学吧。 江太太说完, 朝我走来, 轻易地说, 修修, 你现在住在哪里? 如果没地方住的话, 可以搬来我们江家, 阿姨给你收拾一个房间出来。 我婉拒, 谢谢江阿姨, 我有地方住。 叶熙正在原地, 刚才江太太的话让她很没面子。 叶母也很护短, 对江太太说, 江太太, 现如今和你家江瑶联姻的人是我们家兮兮, 你可别搞错对象了。 我只认修修这个儿媳, 如果换作叶熙的话, 那这门亲事就算了吧。 江太太的语气不像是在开玩笑, 她说完还问了问江瑶, 阿瑶, 你觉得呢? 江瑶望向我, 点头附和, 我也正是这个意思, 我要娶的人是修修, 换作别人我宁可取消这门婚事。 叶父和叶母气的脸色铁青。 叶熙恼羞成怒, 撇嘴冷哼道, 取消就取消呗, 装什么清高啊? 又不是只有你家是豪门。 叶父和叶母附和, 希希, 感明我们再给你定一门更好的婚事。 叶熙的七个哥哥也站出来给他撑腰。 希希, 别怕, 以我们叶家的实力, 有的是傅家公子想要和我们叶家联姻。 江太太扬声道, 那就让大家做个见证, 将叶两家的婚事就此取消。 众人议论纷纷, 叶熙脸上挂不住。 他拉住我的手腕, 就往后花园里走。 叶熙, 你过来, 我有话和你说。 到了后花园, 我挣脱叶熙的手, 问他, 有什么话不能在里面说。 叶熙推了一下我的肩膀, 咄咄逼人道, 叶熙, 今天是我回叶家的第一个生日, 你非得过来, 给我难堪吗? 虽然我也不在乎和江家公子的联姻, 可你让我在生日宴上丢脸, 就是你的不对了。 首先, 我根本不想来参加你的生日宴会, 是你爸打电话叫我来的, 说要告诉我亲生父母的下落。 其次, 你和江家公子取消婚约, 这是你们之间的事, 我可没掺和, 你少把事情怪在我头上。 另外, 你现在已经是叶家千金了, 动手推丧有失你的身份, 劝你别这么做, 因为我会还回来。 我说完推了一下叶熙的肩膀, 他后退几步, 险些跌倒。 这一幕刚好被拿着直播手机走过来的叶五拍到。 叶熙原本已经稳住身形, 他听到身后的脚步身后, 立刻装作被我推倒在地, 胡同出声, 叶熙, 你别欺人太甚, 真是戏精一个呀。 我才不惯着他的臭毛病, 当即拆穿他,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先推我, 还假摔。 叶熙快被我气炸了, 爬起来狡辩道, 你胡说, 明明就是你推我在先。 我扫了一眼叶熙十厘米的高跟鞋, 气定神闲道, 说谎精会摔跤, 你走路小心点。 叶熙为了证明他不是说谎精, 故意走了几步, 可没想到他当真摔跤了, 只见他一个量抢, 扑倒在地, 狼狈不堪, 这次从他的痴痛声可以听出是真摔。 我不厚道地笑出声来, 叶熙, 你完美演绎了假摔和真摔的区别。 叶五关了直播, 跑来扶叶熙, 训斥我, 羞羞, 你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了? 你不可以欺负熙熙, 是他欺负我在先, 你从小不是教我, 被欺负了要还回去吗? 叶五被对得说不出话来, 他转移话题, 我爸叫你去书房找他。 行, 我也刚想去找养父问我亲生父母的下落。 书房, 叶父拿出一个锦盒, 手指在上面敲了敲, 开始和我谈条件。 修修, 这个锦盒里面有你亲生父母的信物, 你如果想要的话, 就去给西西认个错。 我不理解叶家为何这么执着于让我给叶熙认错。 叶父面色一丽, 这是西西的生日愿望, 我这个当爸爸的亏欠他二十年, 这个生日愿望无论如何都要帮他完成。 修修, 今天你既然已经来了, 那就由不得你了。 原来, 告诉我亲生父母的下落是嫁, 将我骗过来给叶熙完成生日愿望是真。 我转身要走, 叶三和叶四出现在门边, 拦住我的去路。 修修, 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叶三和叶四说完, 两个人左右开弓将我按坐在一张椅子上。 叶父站起来, 打量着我, 既然你不愿意, 那就等西西生日宴结束, 宾客走了再说。 叶父临走前, 丢下一句, 老三老四, 你们好好看着他, 别让他跑了。 是, 爸爸。 叶三和叶四点头硬道。 叶父走了后, 叶三命叶四, 老四, 你去拿几瓶矿泉水来。 叶四好奇问, 三哥, 拿矿泉水来干什么? 你去拿来就知道了, 快去。 叶四勾起了唇角, 我知道他这种表情准没好事。 三分钟后, 叶四报了两瓶矿泉水来。 叶三扭开一瓶矿泉水, 准备来灌我, 把两瓶矿泉水喝下去, 你自然会求我。 叶四有点懵, 三哥, 你让羞羞喝这么多水干什么? 叶三解释, 等他水喝多了, 憋不住想要去洗手间, 他肯定会求我们, 我们再让他给西西低头认错, 那我们的目的不就达到了。 我则舌, 叶三真幼稚。 以前看网上的段子, 说真实的商战 是半夜潜入对方的公司偷发财数, 我还不信。 现在我信了, 如果以后叶三接手了公司, 他绝对能做出这种事。 刚好我渴了。 我接过叶三手里的矿泉水, 你怎么知道我渴了? 我自己来。 我说完, 仰头干了一瓶矿泉水, 叶三和叶四都有点猛。 他们不知道, 我是皮修命格。 皮修只进不出, 我就算是我喝再多也憋得住。 可叶三就不一样了。 他十岁时还尿床, 几个哥哥笑话他, 他至今还耿耿于怀, 想到用这种方式来羞辱人。 今天他想让我出球, 那我先让他出球。 我转身命叶四, 两瓶可能不够, 你再去拿两瓶来。 叶四跑出去拿水。 我趁叶三一个不注意, 把他按在椅子上, 扯下他的领带, 把他的手绑在椅子里。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 连叶三都被我的操作挣住了。 喝吧。 我把矿泉水灌给叶三喝。 跑出去拿水的, 叶四跑回来, 人还在书房外面, 声音已经传进来, 三哥, 公司出大事了。 我们叶氏集团被实名举报, 税务部门去公司查账了。 什么? 叶三文言大惊失色, 吓尿了。 叶四推开门, 看见被绑在椅子上的叶三。 叶四目光落在叶三的裤子上, 三哥, 你这么大人了, 怎么还尿裤子? 叶三恼羞成怒, 闭嘴。 叶三和叶四此刻, 已经没有多余精力管我, 叶氏集团的财物是个大问题。 叶四帮叶三解开绑在手上的领带, 他们丢下我, 离开了书房。 我打开先前叶父说的那个锦盒, 里面空空如也。 果然, 叶父是骗我过来, 并非真想告诉我亲生父母的下落。 没关系, 亲生父母我自己会去找。 叶父带着七个儿子火速赶往叶氏集团, 叶熙的生日宴会不欢而散。 而我也离开了叶家别墅。 当天晚上, 我看到叶家上热搜新闻了。 有关部门接到实名举报, 去叶氏集团查账, 查出巨额空缺。 叶家的合作商得知消息后, 纷纷终止和叶氏合作。 叶氏的源头供应商, 则全部上门要结清货款。 一时间, 商界都在传, 叶氏要倒闭了。 外界传得没错。 叶氏要补交数十亿罚款, 还要面临合作商终止合作和供应商上门要债, 股东要撤资。 现金流转不过, 名声也坏了, 可不就得倒闭。 晚上临睡前, 叶熙给我打电话, 怒斥我, 叶修, 是不是你实名举报叶氏集团? 叶家好逮养了你二十年, 你怎么能这么做? 分不到叶家的家产, 你就要毁掉叶氏, 你还是人吗? 我皱眉, 叶熙, 你别血口喷人, 实名举报叶氏的人不是我, 你们有这个时间怀疑我, 还不如想想叶家最近在商海, 得罪了什么人。 第二天上午, 我接到了叶老爷子的电话, 他在电话那头用声音虚弱地对我说, 修修, 你来一趟医院, 爷爷想见你。 好, 挂完电话, 我买了果兰去医院看望叶老爷子, 叶老爷子在重症病房住了有两三个月了, 此前一直处于昏迷不醒中, 今天突然醒了过来, 他听说, 我被赶出叶家, 叶家即将要破产的时候, 急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叶父被他骂得狗血淋头, 我走到病房门口时, 叶老爷子还在骂叶父, 你这个不孝子, 居然把修修赶走家门, 我们叶氏气数早在二十年前就该尽了, 是修修庇佑了我们叶氏二十年, 你们把他赶走, 就是自取灭亡。 叶父叶母大惊失色, 爸,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修修必诱了叶家二十年? 我停下脚步, 继续站在外面偷听, 叶老爷叹气道, 修修是天生的皮, 他说到此处, 顿了一下, 改口道, 修修是我们叶家的福星, 二十年前, 我们叶氏遇到了重大危机, 眼看着就要撑不住了, 我在修修和熙熙的出生证明里动了手脚, 故意把两个孩子换过来, 是我们叶氏借了修修二十年气运, 才能走到今日, 这个家没有修修不行, 你们居然背着我把他赶出家门, 你们是想要气死我不成, 嗨嗨, 嗨嗨, 叶老爷子一连串咳嗽, 叶父去给他顺气, 被他拿起放在病床边的拐杖, 一顿暴揍, 叶母大受震撼, 嘴里尼南道, 我原本以为是修修沾了我们叶家的光, 没想到, 居然是我们叶家借了修修二十年气运, 我也是震惊无比, 原来我和叶熙在医院报错竟然是叶老爷子一手策划, 他知道我是天生提修命格, 我原本还想继续听听从叶老爷子嘴里会说出些什么, 护士走过来向我打招呼, 叶小姐, 你怎么不进去啊? 病房里的对话中止, 叶老爷子大抵是没想到, 我来得这么快, 他扬声叫我, 是修修吗? 进来吧, 叶母开门, 对我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帮我接过手中的果篮, 他对我说话的语气温和许多, 修修啊, 你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 快进来吧, 叶父一夜之间憔悴了很多, 头发都丑白了, 修修, 你爷爷刚才一直念叨着你, 他看我的神色, 也不似前几次那么冰冷, 仿佛又恢复了从前那个慈父的模样, 我没理他们两个, 走到叶老爷子的病床前, 叶老爷子对我说, 修修, 刚才我已经教训过他们两个了, 不管你身体里有没有流淌着叶家的血脉, 你都是叶家最受宠的千金, 叶熙回来了也要靠边站, 什么, 病房外面传来叶熙的声音, 他走进病房, 气鼓鼓地说, 爷爷, 你怎么能这么偏心叶修, 我才是您的亲孙女啊, 叶熙早不来晚不来, 天天一来就听到了最后那句话, 他最喜欢和我争强好胜, 能咽下这口气就怪了, 叶老爷子神色严肃, 西西,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你先出去, 爷爷, 叶熙还想拉存在感, 被叶母拽走, 病房里只剩下我, 叶老爷子, 叶父三人, 我没有回应刚才叶老爷子的话, 以前他是我最敬重的爷爷, 可现在不是了, 是他为了一己私欲, 让我和我亲生父母分开, 被叶家利用了二十年, 用一脚踹开, 叶老爷子出生打破沉寂, 羞羞, 叶家没你不行, 你搬回叶家别墅住吧, 以后还是一家人, 他说完给叶父使眼色, 意思是让他来劝说我搬回去住, 叶老爷子发话, 叶父哪敢不从, 他立刻放下身段, 对我说, 修修, 以前种种都是爸的错, 爸爸也是被算命地蒙骗了, 说你抢走了兮兮的气韵, 这才忍痛狠心把你赶出家门, 那不是爸爸的本意, 你也知道这些年来, 我和你妈, 还有七个哥哥待你都不保, 二十年的亲情, 怎么能说散就散呢, 你搬回来住吧, 你以前住的那个房间, 我会让兮兮腾出来给你住, 还有你的车子, 你那些名贵的首饰和包包, 我都让兮兮还给你, 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 爸爸再给你买新的, 买更好的, 我们夜市会对外宣布, 你还是我们夜市的千金小姐, 让兮兮叫你姐姐, 以后夜家的家产, 有你的一份, 我们不会偏心, 原本养女也有继承遗产的权利, 和赡养父母的责任, 可夜家当初将我扫地出门时, 为了让我失去遗产继承权, 直接把我从户口本上除名了, 我和夜家已经没关系, 我摇头, 语气决然, 不必了, 我们的妇女缘分早在你把我赶出夜家的时候就近了, 我不会再回夜家, 羞羞, 夜妇还想再说什么, 我没有给他再说话的机会, 夜老爷子急得直咳嗽, 护士进来给他喂药, 让他躺下休息, 我看了一眼, 夜妇头上的运势, 夜家破产势不可挡, 我帮不了他们, 也不想帮, 夜老爷子借用我的运势, 给夜市集团续了二十年的财运, 已经是逆天而行, 我转身离开了医院, 夜家势如山倒, 补交了数十亿罚款, 账上剩下的钱用来结供应商货款都不够, 股东撤资了, 合作伙伴也纷纷终止合作, 再加上昔日的竞争对手打压, 抢去了他们所剩无几的生意, 夜家沦落到要变卖房产和夜老爷子收藏的古董来发员工工资, 我没再去夜市摆摊算命, 而是将算命的场地改成了直播间, 我在直播间里没有露脸, 我随机连线观众算运势, 因算得其准无比而名声大噪, 我的直播间粉丝一个月突破百万, 再开播, 越来越多粉丝涌入我的直播间, 还没开始连线, 粉丝们疯狂刷屏, 这个主播算财运贼灵, 活财神啊, 让我拜一拜, 关注这个主播, 明天开始走财运, 主播, 能不能告诉我下一期双色球开什么, 主播, 我给你刷个火箭, 你快告诉我买哪只鼓能长, 主播, 能不能保佑我明天出门捡到钱, 主播, 用什么姿势睡觉, 明早醒来我的卡里能多一百万, 主播, 告诉我朝哪个方位挖, 能挖出金子, 这届网友不要太离谱, 我清了清嗓子, 现在开放一个连麦名额, 我刚说完, 无数粉丝争先恐后要和我连麦, 我选了一个ID名叫嫁个高富帅的女粉丝来连麦, 她看上去二十出头的年纪, 标准的网红脸, 好看是好看, 不过没有辨识度, 看一眼就会忘记的那种, 我问, 你想算什么, 嫁个高富帅, 帮我算一下我男朋友身价多少, 未来的财运怎么样, 我把你男朋友的生辰八字和照片私信发我小号, 嫁个高富帅, 好, 为了保护粉丝隐私, 我又注册了一个小号, 连麦时方便接收照片和生辰八字, 嫁个高富帅一边关注我小号, 一边对镜头说, 我男朋友说他爸爸是上市公司老总, 豪车停满了一个车库, 家里保姆七八个, 你帮我算算看是不是真的, 我拿出另外一个手机来看嫁个高富帅发过来的照片和生辰八字, 我一眼就看出他男朋友是个假富二代, 因为照片里, 他男朋友身后的那辆豪车我认识是姜瑶的, 我淡淡道, 一半真一半假, 嫁个高富帅面色一喜, 有一半真也不错, 那我现在就答应他的求婚, 我叫住他, 等等, 你先听我说完, 嫁个高富帅, 嗯, 我慢悠悠地说, 你男朋友的爸爸是上市公司老总的司机, 他爸爸老板的豪车确实停满了一个车库, 他妈妈是那七八个保姆中的一个, 嗯, 我敢肯定, 他男朋友的爸爸是姜瑶爸爸的司机, 妈妈是姜瑶家的保姆, 嫁个高富帅脸色煞白, 什么? 直播间的观众们笑喷了, 毒舌道, 小姐姐, 你想嫁豪门的心不要太明显, 真正的豪门看不上你这种的, 找了个假豪门, 趁早分了吧, 我不信, 等我去问问他, 嫁个高富帅挂断连麦, 下一个连麦的是个男粉丝, 他的ID名叫做Z, 他没有露脸, 镜头只照到下巴, 他穿着一件黑色衬衣, 露出性感的猴杰, 直播间的女粉丝疯狂了, 我靠, 猴杰好性感, 想看脸, 一定很帅, 哇, 手好好看, 慢画手, 这手表真的假的, 如果是真的话, 得一百多万吧, 卧槽六百六十六, 我一看就知道他家里资金雄厚, 身份高贵, 未来的运势也会越来越好, 是个大富大贵之命, 不过他最近遇到了点小麻烦, 我开口问, Z先生, 你想问什么? Z先生声音很好听, 问一下我的网恋对象, 我们聊了一个月, 准备要奔现时, 他却突然消失不见了, 我把你照片和生辰八字 发我小号, Z先生, 好, 过了片刻, 我收到了Z先生的照片, 长得可真帅, 这要是露脸, 直播间的粉丝 还不得疯狂舔平, 笑死, 有言家是又好, 还缺女朋友? 居然要网恋? 我说, 把你简历发我看一下, Z先生, 哦, 一分钟后, 他的简历发来了, 我扫了一眼, 是让我择舌的程度, 和我连迈这个男人年纪只有二十八岁, 可他是鼎鼎有名的科研大佬, 高智商人群就是没谈过恋爱, 笑死, 科研大佬居然也来直播间算命, 这说出去谁会信? 我说, 和你网恋的这个女孩是个抠脚大汉, 你遇到杀猪盘了? Z先生, 我又问, 你是不是给他转过钱? Z先生, 你怎么知道? 他说, 他小姑的三大姨出车祸了, 急用钱动手术, 又说他爸爸生意需要资金周转, Z先生的话还没说完, 我打断他, 所以, 你给他转了万, 然后他就失踪了? Z先生, 嗯, 万不多不少, 你怎么连数字都算得这么精准? 弹幕炸开了锅, 我靠, 这位帅哥是没长脑子吗? 这么明显的杀猪盘 都看不出来, 什么家庭可以随随便便给网恋对象转弯? 小哥哥, 你和我网恋吧, 我保证不骗你, 我们今晚就奔现。 哈哈哈哈, 和抠脚大汉聊了一个月, 笑死, 帅哥不会没谈过恋爱吧? 一时不知道是恋爱脑还是真单纯。 Z先生看了弹幕后, 耳根明显红了红, 他又说, 主播, 我把网恋对象的照片发你看, 我, 不需要看照片, 我都知道, 对方是个抠脚大汉。 粉丝起哄, 主播, 让他发, 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照片能让他转弯, 被骗了还不报警。 在粉丝的一再要求下, 我点了点头, 对Z说, 那你发吧。 下一秒, 我小号私信弹出来一张照片, 我看到照片的时候人傻了。 我靠, 是谁拿我的照片去和科研大佬网恋? 还骗人吗? 我非得把这个抠脚大汉揪出来不可。 我没告诉Z先生他照片里的人是我。 我说, 你回头把对方微信号发我, 我试试看能不能帮你把钱追回来。 他大方表示, 钱不重要, 我想找到照片里的人。 则遇到个人傻钱多的, 可这人天生大富大贵命, 再怎么挥霍, 钱只会越来越多。 我叮嘱他, 下载一下, 你遇到的这种杀猪盘是最低级的, 搞不懂你怎么会被骗。 他回我, 我对照片上的那个女孩一见钟情, 我倒希望这不是杀猪盘。 都没见过面, 就凭一张照片就一见钟情。 我也是福气。 这么说起来, 他肯定没看过前段时间, 夜三发在网上那几个我的视频。 二句断网选手, 能顺着网线摸到我的直播间, 也算是神奇。 Z先生把网恋对象的微信号发给了我。 我用微信搜索后, 气炸了。 卧槽, 他网恋对象的微信名和头像 完全就是复刻我的。 直觉告诉我, 这是遇到熟人作案了。 我匆忙下播, 注册了个异性小号, 加对方的微信。 对方骗到万后, 没有把号注销, 看来是不止骗一个, 还在骗别的人。 对方过了半小时后通过了我, 和我聊了起来。 越聊, 我越觉得是熟人, 因为对方完全带入了我的身份。 他说他较羞羞, 年龄, 身高, 体重和我一丝不差。 我怀疑这是叶家七兄弟中的一个。 我点开转账页面一看, 终于明白了, 这个抠脚大汉是叶三。 叶氏倒闭后, 叶家七兄弟和叶犀生活品质断牙是下降。 没想到叶家三公子已经沦落到骗钱的地步了。 思考骗客, 我把叶三的身份信息和住址发给鸡先生。 被骗钱的是他, 要怎么处理看他自己的了? 临睡前, 我接到了江家公子江瑶的电话。 他说他要找我算命, 价钱我开。 这是我现在的工作, 遇到一个大客户, 我自然不会拒绝。 我和江瑶约好明天下午三点见, 他却说明天下午有工作要处理, 改成明天晚上七点。 第二天傍晚, 我收到江瑶发的地址, 是一个高档的西餐厅。 他说一边算命一边吃饭。 我收拾了一下, 出门打车去约定的西餐厅。 等红绿灯时, 我按下车窗看外面的夜景。 旁边一辆车子的车窗降下来, 我和坐在后座的男人双目交汇。 我们两人都正在原地。 我认出那人是Z先生, 他给我发过他的照片。 他显然也认出了我, 眼神里充满了惊喜之色。 我昨晚就注意到Z先生的IP地址是北城,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来江城了。 看来是为了那万吧。 出租车启动, Z先生指挥着司机跟上我这辆车。 我把车窗关上, 对司机说, 甩掉后面那辆车。 出租车司机甩掉了Z先生的车, 载着我将车停在西餐厅门口。 江瑶的助理站在西餐厅门口等我, 见我下车后, 恭敬地走上来说, 叶小姐, 江总在楼顶的星光餐厅等你, 我带你上去。 好。 我随助理坐电梯上顶楼, 我有点疑惑。 这家西餐厅是江城最贵的, 星空楼顶都是包场或者是开party用。 江瑶定在那里干什么? 算命不需要搞这么隆重吧? 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 我看见顶楼被几千朵玫瑰布置得犹如空中花园。 江瑶身穿西装, 手捧鲜花朝我走来。 江瑶,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不是算命吗? 我穿着简单的T恤、 牛仔裤、 小白鞋, 和这里的氛围有点不搭。 江瑶把花递给我, 露出温润如玉的笑, 羞羞, 你来给我算算, 我未来的老婆是谁。 我没有接江瑶递过来的花。 我看了一眼她, 她头顶的财运最近很旺, 身价距离我上回看到她又长了几亿。 夜市到了之后, 江市成了最大赢家, 捡了不少夜市的客户和资源。 不过江家这一波财富并不长久, 爬得多高, 摔下来就有多惨。 我和江瑶落座, 服务员端了牛排和精美的晚餐过来, 为我和江瑶倒上香槟。 我缓缓切着牛排, 刚吃两口, 江瑶端起香槟杯对我说, 修修, 我们来喝一杯。 好。 我端起香槟杯与她碰杯。 她一饮而尽, 我将香槟放在鼻尖清秀。 我嗅觉很灵敏, 一下就嗅出香槟不太正常。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江瑶在香槟里加了令人失去神志的药。 我趁江瑶不注意, 摸出一枚窃听器放进抽纸盒里。 怎么不喝了? 江瑶扫了一眼我手里的香槟。 我摇晃着香槟杯走到江瑶面前, 含笑道, 还是先给你算命吧, 不然喝醉了可就算不准了。 也行。 江瑶汗手, 把手掌伸到我面前, 修修, 帮我看看我的姻缘。 我擅长看财运和运势, 不擅长看姻缘。 不过, 我可以肯定江瑶命定的那个人不是我, 因为我对他没有意思。 他让我给他看姻缘, 小心思都写在脸上了。 可我偏不如他的意。 我把香槟杯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看过他的掌文后, 又问了他的生辰八字, 给他算上一挂。 你的姻缘线有条分叉, 预示着你命中会有两段姻缘, 且, 两段姻缘取的都不是你爱的人。 他脸色微变, 将手抽回去, 给自己找台阶下, 修修, 我的姻缘掌握在我自己手里, 我不会娶我不爱的人。 实话说, 这段时间叶汐一直在纠缠我, 他想让我们将是拉夜市一把。 可我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更不会出手帮夜市。 夜市将你扫地出门, 落得今日这般下场是他们咎由自取。 修修, 我喜欢的人是你啊。 他说话间, 从兜里摸出一个戒指盒来。 我趁这间戏, 将他的酒杯续上香槟。 在他要把戒指盒打开前, 我把一杯香槟递给他, 先喝了这杯酒再说。 江瑶看了眼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酒杯, 眼底划过一抹疑惑。 修修, 你好像拿错杯子了, 这杯才是我的。 他不动声色地和我交换了一下酒杯。 嗯, 都一样。 我含笑一饮而尽。 他也跟着将酒杯里的香槟喝完。 我先去个洗手间。 我将酒杯放下, 手轻放在他肩膀上轻拍了一下。 这样轻轻一拍, 他刚才喝下去的迷药会加快发作。 江瑶手指抹撒着戒指盒, 朝我说, 修修, 你快点, 我为你准备了惊喜。 我回头笑望着他, 应道, 好, 等我。 我借着上洗手间的间隙, 离开了星空楼顶, 也离开了西餐厅。 我和叶熙在一楼旋转门擦肩而过。 我们一进一出, 我看见了他。 他神色匆忙, 并未注意到我。 我朝西餐厅对面的天桥走去, 一边拿出窃听器来戴在耳朵上。 江瑶在和他妈通电话, 他开的扩音。 江太太, 阿瑶, 你那边进展得怎么样了? 修修对你是个什么态度? 江瑶, 妈, 我还没开始求婚, 她去洗手间了。 江太太, 儿子, 一定要把叶修拿下。 我得到小道消息说, 叶修是福星, 叶是靠着她多续了二十年财运, 只要你娶了她, 我们江家以后三代不用愁了。 江瑶语气充满了自信, 妈, 你放心, 我有两手准备, 一定拿下修修。 江太太, 什么两手准备? 江瑶自然是先生米煮成熟饭了, 一会儿有好戏看, 妈, 你盯着我们江市大楼的德雷蒂萍。 江太太了然一笑, 你这孩子, 还是你聪明? 我皱眉, 江瑶也太卑鄙了吧? 居然想到下药, 江生米煮成熟饭这招。 我站在天桥上停下脚步, 身后江市大厦的德雷蒂萍。 归地锯木屏, 滚动着几个大字, 修修, 嫁给我。 天桥的行人停下脚步来看, 纷纷感叹, 好浪漫。 不知又是哪家总裁在向女朋友求婚。 这座大厦是江家的产业, 不会是江家公子在求婚吧? 要是有现场直播就好了。 窃听器里再度传来江瑶的声音, 她扯了扯领带, 嘀咕道, 该死的, 怎么这么热? 刚才的酒杯, 我不会和修修拿错了吧? 修修怎么还不回来? 我嘴角勾起一抹笑, 很好, 江瑶的药性发作了。 我在天桥上站了几分钟后, 江市大厦的德雷蒂巨木屏上突然出现西餐厅星光顶楼的画面。 原来江瑶装了摄像头, 且提前安排好了在这个点投影在江市大厦的LED屏上。 按照她的设想, 我在药理的作用下会失去理智, 届时全程的人都将会看见, 我与她生米煮成了熟饭。 这样一来, 我名声没了, 想不嫁都不行。 真阴险。 可惜她没想到, 喝下摄要香槟的人是她, 失去理智的人也是她。 而和她生米煮成熟饭的人, 则是随后而至的夜夕。 天桥上的行人惊叹出声, 我的妈呀, 这是可以放出来给我们看的吗? 这也太刺激了吧? 那男的是江家少爷没错吧? 那女的又是谁? 有点看不清脸, 等她仰起头来。 哇靠, 这不是叶家前段时间认祖归宗的真千金, 叶熙吗? 上次她生日, 我还进她直播间刷过礼物呢? 她不是和江家公子取消婚约了吗? 怎么又勾搭在一起了? 因为叶家破产了呀, 江家则如日中天, 叶熙自然要抱紧江瑶这个大腿。 屏幕里的江瑶很疯狂, 她把叶熙当成了我, 神志愈发不清, 连有现场直播这事都给忘了。 修修, 嫁给我。 修修, 你一定很恨叶家是不是? 没关系, 我已经帮你报仇了。 悄悄告诉你, 叶氏是我实名举报的。 叶家已经破产, 叶家的千金你当不当都无所谓, 当我们江家的少奶奶岂不是更风光? 江瑶, 你混蛋。 叶熙性演员争, 一口咬在江瑶尖头。 屏幕里纠缠不休的两人忽然打了起来, 屏幕被掐断。 路人正在原地, 好大一口瓜, 容我缓缓。 好狗血, 叶家居然是被江家搞垮的。 江家少爷明天清醒过来, 看见今晚自己说的话, 是不是得连夜逃离这个星球? 太射死了。 叶家现在估计也气炸了吧? 江家和叶家之前还是试交, 合作伙伴, 江家干这种背后捅刀子的事, 属实是太不厚道了点。 这以后谁还敢跟江家合作呀? 我收回目光, 准备离开天桥, 抬腿没走几步, 却迎面撞上一堵人墙。 这一瞬间, 天空电闪雷鸣, 我耳朵轰鸣, 隐隐有龙银声传来, 天空飘起阵阵细雨。 我撞见的人是Z先生, 与其说是撞见, 不如说是他跟踪, 我有一会儿了。 羞羞, Z先生叫我的名字, 仿佛与我认识已久一般。 你是谁? 我故意装作不认识他, 我直播算命时没有露脸, 他应该不知道我就是那个算命主播。 周燕, 他真人比照片上的还要养眼, 举手投足间散发着一种尊贵而又神秘的气场。 我被他镇住, 心叹, 此人绝非普通人。 他说, 我认识你哥哥叶三, 他把你的照片给了我。 叶三以前是我哥哥, 现在不是。 我将周燕甩在身后, 丢下一句,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先走了。 羞羞, 给个机会认识一下。 周燕跟上来, 我加快脚步, 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 绝尘而去。 我知道周燕对我的心思, 我觉得他属实有点恋爱恼了。 他得知骗自己的人是叶三, 不应该第一时间想办法把自己的钱拿回来吗? 怎么反倒是想来认识我。 回到家, 我洗了早上床睡觉, 临睡前翻开手机来看新闻, 叶熙和江瑶上热搜了。 这两人一整个射死, 不堪入目的视频被传的全网都是。 网友开拔叶家和江家的恩怨, 江家口碑崩盘, 可以预估得到股票也即将大跌。 叶家得知是江家实名举报了叶家后, 气炸了的同时, 也在暗中操作, 要把江家搞垮。 而此刻我却像个局外人一样。 我的短视频小号弹出几条信息, 是周燕发来的。 修修, 我知道是你。 你的声音我听得出来。 我们加个微信吧。 我上线回复他, 你不应该去把被骗的钱追回来吗? 加我微信干什么? 他很快回我, 钱不重要, 我要追你。 我, 恋爱脑没救了。 第二天, 江瑶清醒后给我打电话, 他懊恼不已, 羞羞, 你听我解释, 昨晚, 我打断他, 江瑶, 不必解释了, 就算没有发生昨晚的事, 我也不会考虑你。 江瑶还不罢休, 恬不知耻地说, 羞羞, 我们原本就有婚约, 你不嫁给我还能嫁给谁? 现在只有我能让你再度过上豪门生活。 豪门? 我轻笑, 江瑶, 你可能还不知, 你们江家不出三个月, 也要破产了。 对了, 麻烦把我昨晚的算命费解一下, 转我卡里。 我说完挂断了电话, 那件事情之后, 江家和叶家彻底杠上了, 叶熙这边趁机威胁江瑶, 说那晚是被他强迫, 让江瑶要么娶他, 要么赔偿, 不然他要起诉。 江瑶选择了用钱解决, 却还不忘羞辱叶熙, 叶熙, 你也配当我们江家少奶奶, 就算你浑身名牌, 顶着叶家千金的名头, 也改变不了你骨子里的穷酸气, 我不会娶你的。 叶熙咬牙切齿, 不娶, 行, 那你给我五千万, 不然我把你送进橘子。 看过视频的人都知道, 你那晚是自愿的。 我不是怕你, 我是不想把精力浪费在你身上, 给你三千万, 从此消失在我眼前。 江瑶签了张三千万的支票给叶熙, 叶熙拿着支票, 心中的气才消了些。 他去银行将支票的钱转到他账上, 却被银行告知要预约, 江瑶也是个狠人, 叶熙前脚一走, 他后脚给叶三打了电话, 叶三, 我刚给了三千万支票给叶熙。 你们叶家最近不是穷到, 连别墅都抵押了吗? 三千万可以保住你们家的别墅, 别怪我这个昔日兄弟没有提醒你。 你们叶家破产, 是由我们江家一份功劳没错, 那钱算是我补偿给你们叶家的。 你们也别急着反击, 不然就算你们拿到那三千万支票, 我也有法子让你们取不出来。 叶三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马去和叶夫说了, 叶家一合计, 就把主意打到了叶熙那三千万支票上。 叶熙当天晚上回家, 叶家开了家庭会议, 言语之间都是劝叶熙 把三千万支票拿出来给叶家救急。 叶熙不愿意将支票揣在兜里, 反驳道, 这是我用身体换来的, 怎么可能拿出来? 叶熙, 只有我们叶家度过这次难关, 叶家好了, 以后你才能过上千金大小姐的生活。 乖, 拿出来,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叶熙, 只要我们叶家能够东山再起, 你将会拥有无数个三千万, 目光放长远一点。 叶熙, 这三千万是将家补偿我们叶家的, 你一晚值不了那么多钱。 心情比钱重要, 叶熙, 快把支票给爸爸。 叶熙站起来, 缓缓后退。 她摇头, 叶家欠了那么多债, 就算把这三千万给你们, 也填不了叶家的窟窿。 我过了二十年苦日子, 眼看着要过上好日子了, 叶家却破产了, 我找谁说理去。 我没什么赚钱的本事, 如果靠我自己这双手, 我一辈子都赚不到三千万。 这三千万我不会给你们的, 我要留着自己慢慢花。 叶熙说完, 头也不回地离开叶家别墅。 叶父叶母和七个哥哥眉头紧簇, 都摇了摇头。 似在叹息, 叶熙明明是叶家亲生的, 却一点亲情都不念, 果然是没养过她, 不懂得感恩。 叶父看着叶熙的背影即将走出叶家大门, 他心意狠, 发话, 把他绑起来, 把支票抢过来。 叶熙一个人抢不过叶家七兄弟, 手里的支票很快被夺去。 叶熙一咬牙, 放狠话道, 你们要是这样, 我就只能报警了。 叶父摇头, 来人, 把他关到地下室去。 叶熙被绑起来, 囚禁在叶家地下室。 我的手机也连接着叶家别墅的监控, 可以看到叶家发生的事。 叶家用那三千万暂且缓了燃眉之急, 别墅是保住了, 可窟窿太大, 远远不够。 更别说东山再起了。 叶三这边则因诈骗罪入狱, 叶家还清了受害者的钱。 又想办法去捞叶三。 可最终也没捞出来, 叶三只能在监狱里忏悔了。 江家股票大跌, 走上了叶家的老路, 不出三个月就扛不住了。 我的预言再度成真, 江家也破产了。 叶熙被囚禁在地下室, 他恨透了叶家, 把叶父叶母和七个哥哥骂了个遍。 保姆去给叶熙送饭, 帮着雇主劝叶熙, 小姐, 你还是和你爸妈扶个软吧, 你毕竟是他们亲生的, 只要一条心, 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叶熙被关了一个月, 终于想通了。 他哭着给叶父叶母服软, 让他们放他出去, 并保证以后会和叶家站在一条线上,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叶母抱着叶熙痛哭, 欣慰地说道, 女儿,让你受苦了, 等我们叶家东山再起, 你还是我们叶家的小公主。 叶熙从地下室里出来, 重新恢复正常生活。 两个月后, 我听说叶熙把叶家 仅有的几百万家产都卷跑了, 逃去了国外。 他还留了张纸条给叶家, 我只是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 叶家已经到了, 岂不来的了, 我不要做叶家的小公主, 我只想做自己的小公主。 叶父亲的吐血, 叶母大骂叶熙白眼了, 叶熙啊, 你目光怎么就那么短浅呢? 为了区区几百万, 连有血缘关系的家人都背叛。 七个哥哥也恨透了叶熙, 他们现在才念起我的好来, 时不时地给我发信息, 试图用亲情打动我。 我懒得搭理他们, 把他们全部拉黑了。 不是我狠心, 当初我被扫地出门时, 他们七个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 我要转去北城继续念大学了, 即将开启我的新生活。 在我离开江城的头一天, 我想再去医院看一眼叶老爷子, 问问他我亲生父母的下落。 我站在病床外, 看见病床里已经患了别的病人在住。 护士认出我, 叹息道, 叶小姐, 你来晚了, 叶老爷子已经于三天前去世了, 他临走前一直叫着你的名字。 啊, 我喂呀。 叶老爷子去世, 叶家没有通知我, 所以我并不知晓。 再加上, 我这几天都忙着转学和搬家的事, 也没有留意。 护士又说, 你等等, 叶老爷子有封信, 让我务必亲手交到你手里, 我现在去拿。 我站在原处等护士。 过了片刻, 护士拿着一封信走过来递给我。 我看了一眼信封, 上面写着夜修清起。 我好奇地打卡信封, 信上只有一个地址。 巧的是, 这个地址是在北城, 我即将去念大学的城市。 我把地址记在脑海里, 随后将信烧了。 离开医院后, 我来到墓地。 叶老爷子生前身体一直不好, 叶家早几年已经为他选好了墓碑。 今日是他下葬的日子, 叶家十几口人身穿黑衣, 在墓地前祭拜他。 叶家再也没了以前的风光。 我站在远处望着叶家那些熟悉的面孔, 也望了一眼墓碑上叶老爷子的照片。 往后, 我和叶家彻底没有瓜葛了。 天空飘起蒙蒙细雨, 一道惊雷声犹如龙银划破天空。 我正想转身离开, 忽然看见头顶出现一把伞。 周燕撑着伞站在我身侧, 羞羞, 我来接你去北城。 这几个月他在追我, 时不时就从北城飞来江城看我。 我觉得他对我有种盲目的喜欢, 就好像冥冥之中认定了我一样。 这种感觉很奇妙, 我也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 深入了解下来, 周燕这人除了恋爱脑, 其他方方面面都很不错, 是个不错的恋爱对象。 不过, 我现在心思都在学业和寻找亲生父母上, 还不想谈恋爱。 我强调, 周燕, 先说清楚, 我去北城是为了学业, 不是为了你。 我知道, 周燕和我一起走出墓地, 进水楼台先得月, 到了北城, 有我照着你。 我知道周燕家在北城是名门望族, 据说他爸爸和爷爷的身份 说出来可以吓死人的那种。 他外公外婆更是龙城了不起的大人物。 人在一乡, 多个这种朋友确实还不错。 刚走出墓地, 我手机响了。 我拿起来一看, 是一个来自北城的陌生号码。 我接起电话, 问, 喂, 你好, 哪位? 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女生, 她压低声音说, 你是夜休吗? 北城大佬已经知道你是皮修命格, 你千万别来北城, 有多远逃多远, 我猝眉, 你是谁? 你别管我是谁, 你现在处境很危险, 快逃, 她的话还没落音, 那边传来一道尖叫声。 紧接着, 电话断了, 传来嘟嘟嘟的盲音。 我抬眼望着周燕, 刚才我没开免提, 可她应该已经听见了一二吧。 周燕谋底多了几分兴趣, 皮修命格。 糟了, 我记得白胡子倒是曾经千叮宁万嘱咐, 千万不可以将我是皮修命格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否则将会惹来杀身之祸, 也将会掀起血雨腥风。 现在不仅北城那边有大佬知道我是皮修命格, 连周燕也知道了, 我的处境很危险, 你听错了。 我否认身子下意识地往雨伞外走, 周燕把雨伞往我这边倾斜, 牵住我的手, 淡然的语气中透着几分狂妄, 羞羞, 别怕, 到了北城, 天塌下来, 我帮你顶着。 我抬头看了眼灰蒙蒙的天空, 怕个毛线啊, 我是皮修命格, 天塌下来, 我自己顶着。 北城, 你修杰我来了。